子宫肌瘤手术后多长时间可以恢复 何局先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妇科主任医师 子宫肌瘤手术以后一般我们住院的时间就是一周左右 大体它在术后一个月就初步地得到了恢复 术后我们应该注意一些就是说休息 生活的规律 适当的运动 营养的加强 要保持心情的舒畅 保持一些外因的清洁 就是预防感染的问题 那么到术后三个月的时候呢 身体基本就完全地恢复了 也可以在运动方面呢 要适当地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 包括一些身体的锻炼 在饮食方面呢 也注意一些高热量 高蛋白 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在子宫肌瘤手术以后呢 就是出院以后呢 一定要加强身体的锻炼 子宫肌瘤术后呢 一般我们要定期地复查 一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是建议来你手术的医院门诊进行复查 复查呢 主要看看你身体恢复的情况 包括你子宫恢复的情况 还有没有一些异常的问题出现 专家提示 一 子宫肌瘤手术以后 一般住院的时间就是一周左右 在术后一个月 初步得到了恢复 二 术后应该要注意生活的规律 适当地运动 营养地加强 保持心情的舒畅 保持外因的清洁 三 术后三个月的时候 身体基本完全恢复 可以适当地进行一些运动 四 在饮食方面 注意摄入一些高热量 高蛋白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五 术后要定期地复查 五 术后要定期地复查